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3年7月24日,星期一在拍影片,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首先看看恆子今天走勢。 看見恆子今天就是低開了,低開了之後就破了上星期的底,跌穿上星期的底,日線圖看到,由這個位置上去就是1浪,下去是2浪,然後是3浪的1, 1,然後是3浪的2,如果站在5MA或者收回羊竹,有機會是開始3浪的3,如果這裏掉下來這個浪,如果用小時圖看,用現貨, 就有點像是1,2,3,4,5,這樣一個色式的,然後是反彈,然後又再1,2,3,4,5,大概是這樣。 看見到它現貨圖還未站在5MA,如果站在5MA才會比較確認到在這裏完成了,站在5MA有機會就轉上去。 看見到這裏完成了。 看見Patreon分量的圖。 看見Patreon分量的圖。 這個位置是Y,這個位置是Y,這個看法就是假設Y完成了,這個位置是1,然後有些複雜的2浪,2A,2B,2C。 如果它真的走2A,2B,2C,然後開始3,這個位置是可以守得到的,這個位置是可以守得到的,最後是不能守得到的。 看見Patreon分量的圖片,這個位置是還未站穩的。 看見Patreon分量的圖片只不過是陰足站穩了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在這個時候看好,其實算是偷步的。 因為呢,它如果是能夠陰足站穩這個比例,然後下一支是陽足站穩,那就應該是轉到向。 等一看一看即時圖吧,它應該是這一支BAR就沒有收到陽足的,所以是屬於是站不穩的,這個數法就不對。 這個位置是Y,所以如果這個位置是支持不了,那就變成Z。 即是跟上星期五拍片的數法一樣,這個位置是Y,然後這個位置是做完SS。 接著就會走Z。 Z是分成A,B,C1,C2,C3,C4,C5這樣下去。 所以上星期五拍片就說到好像是... 只要沒有升穿這個位置,也有機會有一個Z在後面。 好像是這個位置或者是這個位置都可以。 因為它這裡已經做了一個... 這個... 一二浪了。 轉回去的時候只要沒有升穿這個位置。 其次就是這個位置,就是這兩個位置比較重要。 沒有升穿都是確認不到轉回上的。 看看IG的直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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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裡上去呢,就是一浪了。 然後這裡是... W,S,Y。 那它這個反彈呢, 就因為... 跟那個... 前面這個X浪是有關係的。 看到它是去到... 1比1.618,是站不穩的。 看到是。 這個位置,是站不穩的。 所以這裡呢,就完成了一個XX浪,A,B,C。 那它之後是站穩到這個比例的。 但問題就是它站穩到,但它沒有升穿這個... XX浪這個位置。 所以它就只不過是一個Y裡面的A, Y裡面的B, Y裡面的C1, C2, C3, C4, C5, 可能是這樣。 那這裡是因為它是... 由這個位置開始,是Y的。 Y就會分成A,B,C。 所以看到它那個... Y的A, 跟Y的C, 是1比1.618比例的。 所以就有權是... 相信它這裡... Y就A,B,C, 這樣就完成了。 因為看到的比例都是... 去到一些黃金比例位。 那就是說,這裡整個的調整... 有機會就是W,S,Y,S,Z, 這樣就完成了。 那這裡就算是... 先不說是1,可能是... 應該就是1的了。 如果那個數法是... 跟前面的數法是1的。 這個2應該都完成了。 因為... 調整狼最多都是3重。 那... 2的... 2裡面的Z狼都完成了。 應該是... 完的了。 那... 再... 看得淡一點點的話呢。 那現在應該... 首先呢,應該就開始3。 如果是覺得它的Z還沒完成完呢。 或者叫做... 那個... 那... Y都還沒完成完呢。 即是說,這裡會不會是W呢。 那這個是S。 那... Y是分了做... A,B,C的。 那這裡... 這裡裡面的... 比例去看... 就應該是... A,B,C出了了。 那但是它的Y是還沒到位的。 所以這個可能是... Y裡面的... A的而已。 那所以就... 即是說, 有機會這裡是一個平台浪呢。 因為... Y是分了做A,B,C的。 那它... A的部分呢。 如果出了三浪結構呢。 它應該是一個平台浪。 那... 是這樣。 Y的A,Y的B,Y的C。 這樣子。 這樣。 就做個Y。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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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剛剛所說的... 做完完調整, 就會... 會升穿這個頂。 升穿這個頂。 那或者是現在的Y還沒做完。 如果還沒做完的話, 它是在走Y的B。 是一個平台浪的反彈,所以它會反彈70%,所以短線它應該會去到這個浪的70%的位置,即是19,020 當然如果它升到這個位置之後再升上去,即是就完了,這裡1,2浪調整就完了 3,如果它覺得這個是W,S,Y,Y會是一個平台浪,Y的A,Y的B,Y的C,Y的C也不會跌穿前面 然後轉到3,1,然後這裡是2Y,所以現在比較大信心就是會去到190,20這個位置 因為它這裡無論是反彈再上,還是完成調整,然後直接上,都會經過這個位置 所以190,20這個位置,現在就比較大信心可以去到 看看 看看上陣指數,看到 今天是破了上個星期的底,但是就收陽足的 看見到也沒有跌穿6月26號的底,沒有跌穿的 所以就 這裡比較明顯是有些支持 今天純粹是因為可能那個 做回周線圖的那個 那個慣性動作,就是說它在這些位置轉向的 轉向的時候它會是破上個星期的底,然後又破上個星期的底 破完上個星期的底之後就有支持,所以就收回陽足 看見是 又破底又收回陽足,那這些信號呢 偏向是比較利好的 所以就應該明天收陽足的機會會是大的 當然就如果要確認呢 如果要確認這裡有個星浪,就應該要 最少要站穩5M的 看見都還沒站穩5M的 所以也都還未說太過確認 那如果明天能夠收陽足和站穩5M的 那這裡是個1 然後這裡是個2A,B,C 那又會轉上去的3 那看看道指就寫 那看看道指的日線圖 那之前說到它應該要試回那個1比1的位置 看到站穩了1比0.764之後呢 它就開始是有少少調整了,因為始終都升了一段比較 時間比較長的一個星浪 那這個位1比1呢依然都是看可以去到的 但是呢,就在這些位置可能要做一做少少的調整 那調整完應該會再試這個1比1這個位置 就是35600這個位置 那就是說它現在短線有些調整 那我看到是一個橫行的調整 那也是MACD做了4差的了 那就是可能在這些位置會再 調整多一會兒 那未必會跌得太多 那可能是一個橫行的調整 那再試這個位置 那所以都暫時看呢 都是向著 35600那些位置看的 那看一看納子 那納子看看它的調整 你看到它調整是 像是出了一個五浪結構的 1,2,3,4,5 那這樣 那像是五浪結構的 那所以它是 也有空隙出了 那出完五浪結構通常都會反彈一半 那就是它這裏呢 那就是它這裏呢 應該就會是時候反彈一半 那再落 然後再上 那這樣 那所以現在就 短線會是看它反彈一半 那如果它這個調整是還沒完呢 那它會反彈一半 那它會反彈一半 去到1,5,6,7,0那些位 那反彈一半 再落 然後再上 那如果這裏數錯呢 這裏原來是一個調整浪呢 那當然就會是直接又升穿的 所以現在的看法就是 要不就反彈一半 再落再破頂 要不就直接破頂 這樣的看法 那看到這個月 那上個月站穩了 那上個月站穩了 上個月站穩了0.618這個位置 那所以可以去到0.764 那0.764就到了 那那 今個月如果站穩呢 那之後應該就可以破頂 那所以看今個月站不穩了 那看今個月有沒有試到 一五二幾的 一萬五千二百幾 看它近日的調整有沒有試到 都沒有的 這個位置就 不一定會試的 但如果試了會有支持 在這個 這個虛線位以下也有支持 那是一萬五千二百幾以下 是有支持 因為這個月要守這個位置 守到站穩 那看 看前面的頂 那 今晚也應該是比較看好的 有機會在這些位置 金叉上去 那看看 黃金走勢 那看黃金走勢 周線圖 那看見 拉回延伸 這個位置 拉回延伸 拉回延伸 那看見上個星期是去到這個1比0.5這個阻力位 1982這個位 那站不穩 那站不穩就有機會去回1941這個位了 而今個星期的阻力位方面 依然都是1982那些位 但是 很難說去不去回到一個阻力位 即是它現在如果真的反彈得高 它可以去到這些位 之後再下去 那之前說到這裡 這個位置 就像是走到一個五浪結構 1 2 3 4 5 那要做A B C的一個 調整 最少 要是如果這個是反彈 它會破這個底 如果這個不是反彈 或者是反彈的A 那它都會有個B 在上的C 或者是3 那所以 短線看這裡 都會有一個調整 那 應該會做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勝幅 它的50% 的調整 應該是可以 通常可以 A B C 那看到是陰陽 那 那接下來有些陰燭 那去到這個 1940這個位 那 那 日線 也是 收縮 它在這裡 所以都是 黃金 也是去到這些位 就是 有機會 轉回去 1940 那些位 就是這裡 這些位 在這裡 轉 那 看看 看看 原油 看完油 看到4小時 它這裡有個 時間週期 看看它會不會到 才轉向 看到這裡 是有個 34轉折 那 要過多8個小時 要過多8個小時 就有個34轉折 但是它比例 有些位 到了 就是 它拿回 拿回這裡這個浪 和後面這個浪 去比較 那 它有些 阻力位到了 看到1比0.382的阻力位 它到了 就是 77.62以上 它應該有 固滑 所以這些位 有權是 轉向的 因為它是去到一些阻力位 那 也是 周線 是 暫時第五個星期 正在呈現羊竹 那 之前是這個位 連續四支羊竹 那 今個星期會不會 都是收羊竹 這個都比較難說 這個都比較難說 那 就是知道它日線圖是相對高位 這個 MACD 那 就 應該 有機會差不多去到一些阻力位 會是有機會會轉向 剛剛所說 1比0.382 1比0.382 就到了 所以這些位 都應該差不多有阻力位 因為剛剛的時間周期差不多到 所以 都 可以是 再升多幾個小時都有可能 那 就是去到 接近一些阻力位 或者這個 可能已經是 各個位也都不定 那 所以這些位 就 應該就 可能升多一點 然後 就轉向 或者現在就轉向 那也可以 那轉向 首先 看看它 下水線 這個 小時圖的 MACD 看到它在上面 繞了三下 看到是一下 兩下 三下 應該差不多 下水線 如果拿回MACD狼去看 如果拿回MACD狼回一半 就是這個 這段升幅的一半 75.78 就是會先回一半 這些比較保守體的位置 看看 看看 美聯指數 看到 它的反彈 再繼續 今天也有高位 但是它還未同一重疊 所以 依然是 四浪的數 這裡 依然都是 一二三 四 五 這樣的數 因為 始終 那四 都還未同一重疊 所以 都是這樣的數法 看來 看到它那個四浪 都沒有說 去到三浪的一半 即是它都沒有超出 那個三浪的一半 所以 還是合理的一個 四浪的範圍 因為如果 是四浪 多過三浪的一半 這樣才沒有那麼 像四浪的 所以現在 還是 還是一個四浪 那 亦都去到一些MA 看到四小時候 就去到那條 二三 應該是89MA 那 就站不穩 所以 這些位置開始 有些想轉向 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 應該是這些位置 站不穩 那條MA 那就轉回去 而那個 金叉都很久了 四小時候 那 連那個 萬線都上了牛區 之前是這些位 那 就沒有太強的 轉向訊號 因為 它都沒有上到水線 那 跟著呢 MACD線上了水線 跟著 進而 脫離了 然後 再連 那 那 那 到這些位置 基本上 就 可以說 非常大的 轉向 信號 因為 MACD 快慢線 都脫離了 上到牛區 這樣 那 那 看回 時間 亦都 很久了 那個金叉 應該差不多 死叉 那死叉 就應該下去了 那 所以 應該 這裏 應該有個五浪下跌 那 看看 那 那 那 它之前 就 說到 如果要搜到這條 三入四MA 那 有機會轉回 但是 它就 最後失手了 看到這裏有支陰燭 收了在三入四MA下面 那 那 一失手了呢 就應該會是 落下面那條MA 失手三入四 那 有機會去到55 那 而 比例方面 上次 都度了 這個位 看到是 一比一的位 最後都失手了 那 所以 就有機會去1.618這個位 那 1.618這個位 亦都跟那個 55MA 差不多那些位 那所以有機會再落多一點 就應該轉向了 看到 288889 那 有機會跌穿這裏 有條55MA 那 有機會在這裏 這樣 轉回去 那 胡說 那 那 gan 389 那 幟且 我 有幾個 那 方便 那 有幾個 那 然後 即是STC在這裏下多一下,在這裏轉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裏,喜歡可以給個Like,訂閱Youtube可以訂閱,歡迎分享給朋友觀看 亦都可以考慮Youtube的會員,或者是Patreon的會員 那我們明天再見,拜拜